众所周知,秦始皇嬴政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后回到秦国。 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当时年仅13岁的嬴政及王位。 之后,嬴政开始重用李斯和王俭等人,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先后征服了六国。 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之后,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得奸三皇, 公过五帝,遂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是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优秀伟大的帝王有不少,其中被誉为千古一帝的有好几个, 比如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和康熙帝爱新觉罗玄业。 但帝王之间还可以划分具体的层级,如果将帝王划分成两个层级的话, 秦始皇将毫无疑问单独处于最高层级,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古一帝。 秦始皇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谜团,诸如他的生世之谜, 寻求长生不老之谜,还有他的灵寝之谜等等。 这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则是他的生世之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 这要先从秦朝的灭亡说起。 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到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应在自己的井上系上绳子, 乘坐白马速车,捧着皇帝的喜福来到指道旁,恭候刘邦的到来。 前后才短短15年的时间,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就解体了。 以此表达,秦朝的存在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至于秦朝仓促灭亡的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世人几乎一口同声地痛斥秦之残暴, 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王朝而存在的事实。 比如汉富四大家之一,杨雄在《俱秦美新》一文中,称秦朝为秦渝, 抑郁秦朝是历史上一个多余的王朝。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把秦朝与新莽并举, 称以前秦朝烧毁是何书,已确立其思义, 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是其奸邪之言。 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吴德尔居于高位的抗龙一样断绝了气息, 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并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 当时的世人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事,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史皇帝, 世人又杜撰了一个《史皇帝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典故。 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载, 秦庄襄王子楚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 一方面因为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 导致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 另一方面, 只因子楚是秦朝王次子安国君的数字, 地位低贱, 所以秦国也不甚关心自楚。 结果子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很不得意。 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 在公元前267年, 也就是秦昭王40年, 秦昭王的太子突然死去。 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 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 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 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 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突然成了太子, 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 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基华阳夫人没有孩子, 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敌似的希望依然非常渺茫, 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 子楚排名居中, 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上的优势。 并且子楚远在国外, 穷困不堪, 就算有心争味,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是杨迪的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尴尬的处境中, 看到了巨大的可图之力。 于是, 为了谋取暴力, 遂携带重金投奔子楚, 抑郁通过协助子楚, 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 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 又兼其巧舌如簧, 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 助推上安国君敌似的位置。 同时, 吕不韦为了长宝富贵, 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角色女子赵姬献给了子楚, 以其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 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吊旗, 意思就是吊取旗货。 该女子到了子楚身边后, 隐瞒了已有身孕的事实, 到大七时, 生下了儿子嬴政, 也就是始皇帝。 史书此论一出, 在提起始皇帝, 人们都认定嬴政是吕不韦之子, 往往竟以吕正名之。 南宋理学家胡红在其皇王大计一书中, 说道, 吕正穷欲吉凶。 同为南宋理学家的朱熙, 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 说道, 始为原地牛姓, 由吕正之少赢童也。 南宋著名学者王英林在其通鉴达问一书中, 说道, 至吕正而法令一科, 诗书尽费。 宋墨源初学者陈丽, 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 说道, 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儿, 岂知嬴政之秦已灭于吕正之计也在。 其他如此之类称, 吕正者还有很多。 然而仔细研究史诗集常理, 史记中记载, 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之说, 并不成立。 比如嬴政大七而生的说法, 就经不起推敲。 关于大七, 魏晋人乔州和东晋人徐广都理解 为是指十二个月。 徐广表示, 七, 十二月也, 同时乔州表示, 人十月生, 此过二月, 故约大七。 但是正如乔州所言, 人多是十月怀胎而生, 因此嬴政十二个月才出生, 明显与常理过于不符。 对此, 乔州解释如下, 赵姬是为了避免子楚的怀疑, 才这样做的。 因为赵姬被送给子楚时, 怀孕当已两个月, 若到子楚那里后的第八个月, 也就是如期十月而生。 在子楚看来, 当鼠不正常生产, 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 但向后推迟两个月, 也就是赵姬到子楚那里的第十个月而生, 营正就鼠正常生产, 子楚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不过此说, 虽有些道理却经不起推敲, 因为很多其他的事情尚可商量, 生孩子这事, 却由不得人随意控制, 到了该出生时, 莫说是两个月, 就是一刻也推迟不了。 显然, 营正十二个月, 出生说是不成立的。 除此之外, 大妻还可理解为是十个月。 唐初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著书, 卷十三中称, 十月而产, 妇人大妻。 若将此, 大妻理解为从赵姬怀孕算起, 则其在子楚府中生下营正的时候, 肯定是少于十个月的, 这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 可是, 营正一出生, 子楚即以赵姬为夫人, 则显见所谓的大妻英是从赵姬到子楚府后算起, 却是足月而生, 子楚没有理由, 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 情况若是如此, 即营正属正常生产, 则肯定不是吕不韦之子。 所以, 无论是十二月说或者十月说, 都不支持营正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 再来比较大妻的十二月说和十月说, 十二月说应更符合史记的原意, 因为持此说的魏晋人乔州和东晋人徐广, 特别是乔州所生活的年代与史记成书年代更加接近。 并且, 乔州还是一个研究史记的专家, 故而他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英与汉代比较接近。 而孔颖达为唐初人, 与汉人已相去甚远, 看法的可信度上是不能与前两人相提并论的。 细究起来, 史书之所以言之凿凿地记下嬴政大妻而生的话, 根据现代胚胎学的解释, 应该是因为古人在推算孕期时出现误差所致。 考证此说应该是出自秦记, 及秦的官方材料, 因为像这种琐碎的事情, 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而秦代的史官之所以将此事证实, 宰入秦的史册, 只因他们觉得这件事可以突出嬴政的与众不同和着异秉性。 嬴政并非吕不韦之子, 还可从吕不韦, 赵基和嬴政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单就吕不韦来说, 若其果真欲以赵基来调旗, 则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 他必然会持续加强与赵基的联系, 竭力增进与嬴政的感情, 并伺机将自己与嬴政的关系 用比较恰当的方式告知嬴政。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永保荣华富贵, 也才符合吊旗之意。 纵观当时的情况, 吕不韦则明显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因为秦庄相亡, 子处死的时候, 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国家大事尽在他和赵基手中。 赵说他们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嬴政的, 并且以其行事之老辣, 使一小儿乖乖就范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从后来吕不韦的言行看, 他和赵基并没有这样做。 当时随着嬴政年龄渐长, 因担心自己与赵基私通的事情败露, 招致嬴政的报复, 吕不韦竟然主动疏远赵基, 不肯再与其私通, 此举显然也与吊旗之指相违背。 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吕不韦并无吊旗之举, 嬴政并不是他的儿子。 因此后来嬴政还质问吕不韦, 当时说道,你对秦有什么功劳? 秦锋你于河南, 十亿十万户, 你与秦有什么亲情, 号称重负, 把他朝决路上逼, 而吕不韦竟拿嬴政没一点办法, 犹豫良久, 只得引阵而死。 吕不韦可称得上是战国晚期的一个能力超凡的政治家, 因此, 关于他被逼而死这事, 着实令后人不解。 他怎么会在掌握秦国大权的情况下,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区区十三岁的小孩子将自己的权力慢慢侵蚀, 然后再将自己置于死地, 尽无还手之力呢? 针对这个问题, 请从制度层面上理解, 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原因之一, 说来说去, 吕不韦只是一个来自东方诸侯的客亲而已, 吕不韦在强悍, 也只是客人, 嬴政在小, 也还是主人,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打个比方, 嬴政贵为董事长, 吕不韦只是首席执行官, 两者在地位上有着质的区别。 原因之二, 战国之后, 权力逐渐集中, 到战国晚期, 秦国其实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 而君主籍居于权力的中心, 任何敏感事务都需君主认可, 或者说有君主的印信才能实行, 因此再强的大臣也很难斗过君主, 使皇帝的贾父落矮, 后来甚至比吕不韦更接近权力, 同样也没弄成事。 原因之三, 当时的重臣虽有封义, 但只有经济方面的权力, 并没有在封义上组织私人武装的权力。 而且, 封义随时都能被君主收回, 与春秋时期的清大夫相比, 可说是已被摘除了神力。 原因之四, 当时辅佐嬴政的并非吕不韦一人, 还有很多实力派人物, 尤其是手中握有重兵的蒙氏家族与王氏家族, 他们实际一直都是王权的有力捍卫者, 也可以说谁做国君他们就忠于谁。 也正因如此, 这两个家族自秦昭王时起, 一直被君主依为左膀右臂, 吕不韦若想动营正, 那是非常难的。 综上四方面原因, 吕不韦只能眼看权力逐渐丧失, 而没有任何办法, 只得引证而死。 除此之外, 记载战国至楚汉之间史诗的战国策, 该书也不支持嬴政为吕不韦之子的说法, 因为该书有偷窥之癖好, 喜欢采职他人隐私, 成为快论。 然在叙述吕不韦崛起这一段史诗时, 却绝口不提有献机之事, 并且认为吕不韦尤秦不是如史记所说在秦昭王时, 而应在秦昭文王的时候, 而此时的嬴政已经数岁, 故吕正之说不攻自破。 而且有相关学者已经指出, 史记所记战国时事, 多本之余战国策。 唯有此处, 别据他说, 故此吕正之说更不可信。 根据考证, 吕正之说大概源自于吕不韦有一定关系的人, 比如他才华出众的时刻们。 这些人或因吕不韦而受到牵连, 或为吕不韦的不幸遭遇而抱不平, 故借此来骂使皇帝。 而之所以这么痛骂使皇帝, 很有可能是受了战国晚期赵国人李源兄妹的启发。 因为这对兄妹就曾和楚国的重臣春申君, 一起在楚国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活剧。 李源是战国时期楚国全臣, 原是赵国人, 之后入楚国。 当年李源带着他的妹妹李奄奄, 来到楚国, 想把妹妹献给楚考猎王。 后来听说考猎王没有生育能力, 担心跟了考猎王后, 会因为不能生孩子而失宠。 于是设计先将妹妹送给了主持国政的楚相春申君, 待到怀孕后, 李源又让他妹妹劝春申君把自己送给楚王。 李源的妹妹李奄奄当时便对春申君说, 楚王对于您的宠幸, 就是楚王的兄弟也比不上。 现在您作为楚相已经二十多年, 楚王如今已经老了, 可是楚王至今也没有儿子, 那么其死后肯定由其兄弟继位。 而楚国立新军后, 新军也肯定会像楚王宠幸您那样宠幸他们所喜爱的人, 那么您就很难继续得到国君的宠幸了。 不仅如此, 您在长期主持国政期间, 对楚王的兄弟们多有无理之举, 因此如果楚王的兄弟做了国君, 恐怕您就会大祸临头了。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我这个已有身孕的女子送给楚王, 如果我侥幸生了个儿子, 那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 楚国就都是您的了。 您想想, 这种结果与您身临不测之最相比, 哪一个更好吧? 楚相春申君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把李燕燕献给了楚考猎王。 李燕燕进宫后便得到了考猎王的宠幸, 过了一阵就给考猎王生了一个男孩, 于是那男孩便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 而李燕燕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王后。 在此之后, 李元兄妹又趁考猎王去世之日, 刺杀了春申君并立太子为王, 这就是楚幽王, 李元兄妹虽罢由楚国, 只是生当末世, 不免好景太短, 此后过了十多年, 楚国就灭亡了。 想来这兄妹俩真有点火山口上搞杂耍的味道。 根据以上李元兄妹的先例, 吕正之说极有可能就导原于此, 而六国的亡国之人, 则借此宣扬秦先六国而亡。 饱受使皇帝暴政摧残的人, 亦可通过辱骂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而获得一种精神胜利法模式的快乐, 于是流言不免流传开来。 由秦入汉朝后, 由于汉人论秦, 唯恐其恶事不章, 流言继续传播, 形成主流书法。 司马迁受此影响, 故取之收录于, 史记, 遂使吕正之说流传千载。 不过, 细看史记中有关此段史事的记载, 可发现司马迁本人对此事也是一心参半。 虽然众口依词称, 嬴政为吕不韦之子, 但他所见到的秦代的史册却明确记载了史皇帝是大妻而生, 也就是十二个月而生。 于是本着一传仪, 信以传信的严谨治学态度, 而两言之, 最后还出现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记》中, 两种截然不同的出生记载。 然而, 后人因对始皇帝有成见, 务必要把他为私生子这是坐实了, 于是不勉强作解人, 结果常把简单的问题搞得极其复杂。 综上所述, 历史上与秦始皇存有父子遗云的人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胆大包天, 敢以秦始皇、 贾父、 自居的贾燕仁闹爱, 此人可直接排除掉。 第二个就是被秦始皇称为重负的丞相吕不韦, 传说中嬴政的生父, 本文也通过论证将他排除。 第三个就是秦庄襄王, 原名义人, 后改名子楚, 他是嬴政名义上的父亲, 也是嬴政帝王身份的合法来源。 通过本文可得出真相, 秦庄襄王不仅是嬴政名义上的父亲, 同时也是他的亲生父亲。 最后一句话总结真相, 不仅意料之中, 也是情理之中, 嬴政生父, 为子楚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